唐嫣子宫外孕 紧急入院做人工流产 唐嫣痛哭出血晕倒 罗进泪流满面哭肿了眼 接受采访承认唐嫣身体还很虚弱 需要住院观察和休养 我们在近段时间内也可以在各种活动中看到唐嫣的出现 她和很多女明星一样 除了电视剧和一些节目的录制外 在平常的生活中也会参加一些活动 也有一些人会分享关于她们的路透图和生图 从这些图片当中 能够让观众们更加真实和贴切地了解到她们 唐嫣在前段时间就多次参与了一些活动 并且关于她的照片也被晒出 她的精神状态受到了称赞 我们都知道 唐嫣由于怀孕生子的原因 在较长的时间内也没有过多地出现在观众们的面前 所以 观众们对她扮演新角色是比较期待的 唐嫣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的 从来没有受到过过多的质疑 在最近 关于她的好消息又传了出来 她曾经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入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观众们也在第一时间为她送去了祝福 唐嫣在观众们心里的印象是非常善良和清纯的 她依靠扮演子萱这个角色 得到了较多观众的认识和关注 后来她又扮演了更多比较善良的正面角色 比如天美 这些比较善良的正面角色也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虽然也扮演了一些相反类型的角色 但是也没有改变观众们对她的认识 唐嫣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 她的身上多了一种母爱的感觉 但是她的善良和清新的气质仍然存在 她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 仍旧会非常甜美和热情地和观众们打招呼 给人一种非常随和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她带给观众们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 所以观众们是非常喜爱她的 在近日 唐嫣晒出了一张自己的全身照 从她的照片里可以看出 她的身材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 和生子前的身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她配文称自己想吃巧克力 不少人称她真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